嗨,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 我喜欢你的贡献 一对双胞胎姐妹遭到亲生父母的遗弃后 有幸被一个挪威家庭和一个美国家庭分别领养 孪生姐妹被拆开是因为福利院刻意隐瞒了双胞胎身份 神奇的是多年后这对双胞胎姐妹竟然找到了彼此 而整个过程充满着不可思议的奇幻色彩 两姐妹各自的生活幸福吗 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 完全不同的家庭长大 甚至讲着不同的语言 他们还像是双胞胎吗 差异大吗 答案令人难以置信 今天老少讲豆瓣8.9分的挪威纪录片双胞胎姐妹 其实这个离奇的故事 还是始于领养孩子时 两个家庭在福利院鬼使神差般的相遇 豪格夫妇来自于北欧国家挪威 2004年夫妇俩来到中国 此前他们已经通过某机构 确认领养一名被遗弃的婴儿 豪格太太回忆起当年 看到女儿资料时的心情 至今还是激动不已 她太美了 我看一眼就已经爱得不能自拔 来到长沙一家福利院 办理大部分手续后 夫妇俩抱着宝贝女儿回到了酒店 他们早已给女儿起好名字 亚历山的了 我们就叫她的妮称阿丽吧 他们的行程是第二天到福利院 完成剩余手续 随团回挪威 不巧的是第二天豪格先生病了 因为完成福利院手续 必须夫妇俩同时在场 他们只得决定脱团改票 将行程推延两天 而这时美国团刚刚到长沙 美国团比挪威团晚两天 来到这家福利院 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汉森夫妇 将他们朝思暮想的女儿 米亚抱在了怀里 汉森太太同样非常激动 一直在小米亚耳边轻轻说话 我是你妈妈 我会照顾你 实现你完美的人生 又休息一天后 豪格太太给阿丽 换上了红白格裙子 这是她来中国前在挪威就已经买好的 夫妇俩抱着小阿丽来到福利院 办理剩余手续 见证其机的时刻就这样发生了 所有手续完成后 正要离开时 忽然见到一个美国女人 抱着孩子走向他们 这个女人正是来自美国的汉森太太 她和丈夫是按正常时间 来福利院办理剩余手续 令她惊奇的是 那个北欧女人怀里的孩子和自己的米亚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穿着几乎一样的红白格裙子 而米亚的裙子是她来中国前在美国就买好的 就这样 本应提前两天回国的挪威的豪格夫妇 遇到了来自美国的汉森夫妇 他们各自领养的女儿长相几乎一模一样 带有神秘色彩的是 就像上天的安排 两个婴儿穿着各自妈妈分别买的几乎同样的衣服 而且两家人手里的资料显示 他们是同一天生日 理所当然 谁都会想到这两个孩子应该是双胞胎吧 两家人带着翻译去询问福利院的负责人 他们特意将这个过程录了下来 我们看到这位笑容可居的领导明确表示 不是 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这位领导的否认让后来的汉森先生非常愤怒 老烧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福利院要隐瞒双胞胎身份呢 观众朋友 您怎么看呢 两个家庭在一起度过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天 他们依然怀疑两个孩子是双胞胎 所以决定由汉森夫妇回到美国后去做基因鉴定 留下检测样本和地址电话后 他们回到了各自的国家 阿利的家在挪威的美丽乡村弗雷斯维克 霞湾的景色犹如仙境 村里只有一家杂货店和一所小学 米亚的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第三大城市萨克拉门托 灯火辉煌车水马龙 一派的城市繁华 半年后基因检测结果显示 阿利和米亚确实是双胞胎 而此时他们都已经成为各自家庭的一份子 两个家庭决定保持联络 让孩子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成长 等到他们能祭祀时就安排姐妹见面 阿利是一个地道的乡下孩子 喜欢滑雪滑雪橇游泳 他从小就知道有个叫米亚的孪生姐妹在美国 他向米亚介绍说 我们村子只有234个人 这里很空旷 容易让人脑袋空空 我没事就到处闲逛 有一天我救了一只半死的小老鼠 所以它成了我的宠物 米亚则是养尊处优 娇生惯养 喜欢各种臭美 他向阿利介绍说 爸妈从来不让我一个人出门 他们让我学各种特长 踢球 小提琴 舞蹈 这时姐妹俩的成长环境相差实在太大了 虽然外形依然近似 但是他们的性格 习惯和对世界的认知 会不会已经天差地别呢 在姐妹俩六岁时 好个夫妇带着阿利来到美国 这对孪生姐妹在福利院相别六年后终于见面了 首次见面的生殊感没有使他们表现出太多不同 但后来看着合影两个女孩都说 看着她感觉是在照镜子 这张照片就成了本片的海报封面 略高一点的是每天到处疯跑的乡下女孩阿利 美国一别后 姐妹俩更加思念对方 来自大洋彼岸的信件成了姐妹最大的期待 同时米亚在学习挪威语 阿利也在努力学习英语 双方家长发现 两个孩子之间经常有类似第六感的事情产生 米亚学习其他事情都不专注 但像阿利一样非常爱运动 阿利的宠物老鼠跑掉了 她还没有来得及告诉米亚 但随后收到米亚寄来的圣诞礼物 竟然是一只发条小老鼠 汉森夫妇决定在米亚八岁时 带她到挪威过暑假 两个孩子兴奋极了 一直在倒数着见面的日子 这一天终于到来 虽然语言依然不怎么通顺 但姐妹俩已经完全没有了第一次见面的生疏感 在这风景如画的宽阔天地 更使米亚的天性得到了释放 汉森感叹道 这里美得令人窒息 看着玩得不亦乐乎的孩子们 两个母亲感叹道 虽然生活环境的差别如此之大 但姐妹的行为举止 却依然十分相向 走路 跳跃 甚至挥手都一模一样 他们的性格如此雷同 外向有强烈的主见 对事物的喜悟也大同小异 汉森太太说 有些事情我以为米亚是在学校里学到的 但看到阿丽是相同的表现 我就明白了 基因最能代表他们是谁 环境并不能改变太多 说到这里老少有特别的感慨 前一期节目找寻中 很多朋友提到 如果这些孩子没有被遗弃 他们的人生会是怎样呢 想必大家都会认同 天然 自由的环境 不会改变孩子的天性 但如果是天性被压抑 得不到发挥的环境氛围 一个人的性格 以及对社会的认知 必定会受到巨大影响 对于社会学家来说 也许会有很多 先天后天的研究和争论 但作为观众的我们 更多的吸引还是来自于 姐妹本身 以及他们冥冥之中的神奇关联 领养家长的神奇相遇 不约而通的红白鸽裙子 谁能说这不是命运安排 上天注定呢 姐妹俩的故事并没有 随着影片的结束而结束 他们几乎每周都互相联系 之后的几年也经常互访见面 也许是制片方买断了 他们成长故事的发布权 老少没有找到2018年后 关于姐妹的信息 导演莫娜表示 本篇将会有续集推出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还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老少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